外表之家时髦兴旺最近,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第三个孩子路易小王子接受受洗了,受洗一室在英国伦敦专母社公皇家教堂举行,随后,英国王室官方发布了几张照片,照片中,小王子和哥哥姐姐都十分可爱,但最让我感到意外的,是凯特王妃结婚7年,连着生了三个孩子之后,仍然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,凯特王妃抱着路易小王子,凯特王妃官方的称号, 是王室剑桥公杰夫人殿下,王妃的叫法可以说是大众对于凯特喜爱的一种体现,2011年,凯特与威廉王子在伦敦大婚,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一个极具意义的世纪阳台上,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亲吻的瞬间谈到这里,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戴安娜王妃,20年前,年仅36岁的戴安娜王妃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这个世界,留下幼小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妃, 也是在最近的这几年,威廉和哈里才透露出母亲的敌去,对他们的人生带来了巨大且长久的影响,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大婚戴安娜王妃和小威廉,小查理戴安娜王妃离世之后, 据说王妃让威廉和哈里挑选一件母亲的遗物留作纪念,威廉选择了母亲生前的蓝宝石戒指,这枚戒指现在佩戴在凯特的手上,凯特几乎从不把戒指摘下来,在任何的场合都佩戴着这一枚意义非凡的蓝宝石戒指。 在上周末的温网决赛观众席上,我们竟然看到了皇室一家,其中,凯特穿着亮眼的黄色连身裙极具活力,要知道他生产才过去不到三个月,身材就已经恢复得和之前无差,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现身温网决赛现场,凯特王妃,佩戴卡蒂亚蓝气球腕表弹片,他手上除了佩戴这那枚蓝宝石戒指,还有但有一只来自卡蒂亚的蓝气球,这只蓝气球是目前凯特王妃佩戴次数最多, 出镜率最高的一只手表,在他吓人王室之后,这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凯特唯一一只公开的手表,凯特王妃和梅根这不是英国王室第一次出现在温网的观众席中,刚刚嫁入英国王室的美国演员梅根马克尔和嫂子一同出现过,当天凯特仍一如既往地选择优雅的连身裙,梅根则是选择了较为利落的衬衫搭配裤装,仔细观察,当天凯特的手上仍然是佩戴着这块卡蒂亚蓝气球,凯特的手上仍然是佩戴着这块 凯特王妃配戴卡蒂亚蓝气球腕表很多人不知道,卡蒂亚蓝气球的设计灵感是真的来源于一只气球,据说,设计师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,蒙特哥菲尔兄弟放飞了一只次有金色图案的蓝色热气球,这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只热气球,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,卡蒂亚在2007年第一次推出一款命名为蓝气球巴伦布洛迪卡吉尔的腕表,当然,我们尚不清楚这个故事是否可信, 但蓝气球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关注度,从市场的表现上看,卡蒂亚蓝气球也是继坦克系列之后,卡蒂亚的右衣代表作,回到王妃配戴这块腕表上,她的出击率实在是太高,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出访时,凯特配戴着卡蒂亚蓝气球腕表着休闲套装时,也选择配戴卡蒂亚蓝气球腕表凯特先,让夏洛克公主凯特王妃作为英国人口中的平民王妃,凯特的着装风格和优雅大气的气质, 一直深受国民追捧,她的衣橱中除了有大牌高定,许多评价快时尚的品牌也是她的选择,一件衣服通过搭配不同的单品出现在不同的场合,也是凯特常干的事,比如上面这两张图,同样的一件米白色外套,通过不同的发型,配饰改变,相同点就在于,她都配戴了那只卡蒂亚蓝气球,凯特以往配戴卡蒂亚蓝气球的图片, 这只蓝气球的出境率,实在是太高了,以至于我们到最后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定论,要么凯特王妃实在是很爱这款表,要么她只有这一款表,当然,后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,外表之家图为默扬,